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必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直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的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今次我们谈谈台湾地区的事情 好了 阿文哲,即台北市长终于正式表态 要挑战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选举 即2024台湾总统大选,引号 阿文哲其实是接受这个号称是台湾最聪明的女人 是谁呢?就是陈文善小姐 这个资深媒体人的访问时 就承认 自己呢 是会 选这个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其实呢,之前 阿文哲也都是 已经表态挑战 总统大位的了 陈文哲也都问阿文哲 如果阿文哲 民调是很高的 会不会 请郭台铭 支持他 选总统呢? 总统引述 阿文哲说 会呀 至于会不会去拜 会赵小康和侯友宜呢? 阿文哲也都说 没问题 我都会寻求赵小康和侯友宜的支持 当然了,这两位 是蓝营的 叫做 领军人物之一 郭董虽然退了国民党 但是呢 他在台湾就叫做经济蓝的代表 即是 一帮比较富裕的人士 蓝营支持者 是会投得他的 所以其实阿文哲也是聪明的 当然 阿文哲以前也是有一些钱录票 但是他现在这样说 会寻求赵小康和侯友宜 还有郭台铭的支持 会不会令到一些绿色的票走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陈文善也都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如果郭台铭也是要选 而且 阿文哲文调又输给郭台铭 会不会反过来支持 郭台铭 阿文哲也挺老实的 他就说 会 而且想也不想 就是不用想 那也挺老实 提到阿文哲的文调高 其实阿文哲也在 採访说 现在 他还是要将 长远规划列为政治文化 而且 不只是看 短期的文调 陈文善就问 是不是 你是比较不讨好的一个人 他就说 我只是只要 比较皮而已 我只是比较皮而已 皮是什么意思 皮是什么意思 跳皮的意思 我台湾的亲友都这样形容我儿子 你行皮 即是说 你好 还皮 当然他亦都说 当文调低的时候 他就会收敛一些 高的时候 又开始 顾太复盟 即是说自己比较跳皮 其实 怎么说呢 他个人 当然大家知道他有阿斯伯格症 他说话就比较值 这也是事实 亦是他的好处 但是亦是他的坏处 政治人物说话太值 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亦有一些中间选民 喜欢他这种值 至于2022年的 台北市长选举 是不是认为 下一任的市长必须是自己的子弟兵呢 即是会会来自 柯文哲的民众党 记住是众 民众党 柯文哲就说 经常在历史上去看 指定接班人都很难成功 这个本来就很困难 所以你最理想的是 要培训足够多的人 还是 临时去找一个人去呢 都是不知道的 他们有说还是没说 而 欧文哲也举例 就是这个黄大为例 如果问 台北市长谁做得最好 他会说黄大洲 但是问题 数不了 因为他不会说 遇到赵少康 和 陈瑞扁 两大政治金童的时候 当时的金童 当然不是 扁也差不多 你看到他坐着轮椅 都 有点差不多 那头近 当然 欧文哲 也说 遇到赵少康和 陈水扁 这个黄大洲 就乱了 就是没有了 选不了 这个就是政治 政治的现实 就是这样 就是 你会选 和会做事是两回事 没错 这个 其实就是黄毓文 带了去香港的一个 歪风邪气 不过这么说 全世界都一样 就是你懂得 在选举时候做show 其实 当然是有点好处 一般来说 对不起 我只可以说一句 懂得做事的人 一般来说 不是很懂得做show 即是不懂得 在尽美光灯 令到人知道他懂得做事 但是 往往 有些投机分子 他就好得 好得 好得是什么 就是很懂得选举 很懂得 包装自己 尤其是选举前后 应该前不是后 所以 是很悲哀的现实就是这样 所以现实 政治就是 你要会选 但是跟会做事 这个是他说的 懂得选举和懂得做事 两回事 但是这么说 有些人懂得选举 他懂得找一些 懂得做事的人 辅助他 亦是会成事的 这是小弟粗浅的看法 因为小弟的亲友在台湾 都是这个Dual Card 即是叫做装脚 是帮一些人助选的 我不说政党了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政党 但是我没有政党倾向的 到今时今日为止 以前 我都说 韩国瑜 是的 我说过了 其实我是 挺欣赏韩国瑜这个人 但是 亦是这种欣赏 令我走入了一个 不去盲点 所以现在我看台湾的 政治 是比较淡一点 另外 欧文赤也说 台湾政治 为什么会 没有办法形成长远的规划呢 2000年前 和2000年以后 到底 台湾政治出了什么问题呢 他就认为 2000年之前 至少民观制度还在 还是有长远规划的 但是2000年之后 看来看去都是没有长远规划 政治 实在太破碎了 这个也是台湾社会 经过 蓝络争斗 遗留下来的东西 大家 很撕裂社会 的确平时 平时不是很多人说政治 但是 一度选举的时候 很多人 就可能会起降 但是这几年好了很多 真的好了很多 因为 老实说 蓝络都被人看透了 欧文赤也说 从2000年到现在 行政院引号 换了多少个人 前台湾地区领导人 阿扁 阿扁 陈水扁 换了5个 马英九亦换了5个 一共加起来10个人 平均 每一个人就做1.3年 以他做台北市长的经验 1.3年 才是刚刚开始做事 不搞清楚状况 都很难 而且 班底 亦不是他 所以 他每次都说 前两年他是汉献帝 这个好笑 汉献帝 即是 东汉末年最后一个皇帝 没有记错的话 一 开始 满朝 都是 曹操和董卓 即是有人 拿着他的权 汉献帝 曹操是什么 以天子协 诸侯 没记错的话 另外 陈文善 亦都问安文哲 是否认为 这个 台湾地区 卫福部引号 的领导人 陈时中 适合做台北市长 安文哲就说 做市长 不需要什么都懂 但是 他是个超级聪明 又超级 勤力的人 由于安文哲 都没有正面回答 陈时中是否 适合做 将来的台北市长 所以 大家都觉得 其实欧文哲 现在 都好像 懂得说话了很多 以前他就很值得 当然刚刚说过那些yes or no 即是会不会找 赵小康、郭台铭 还有 侯友宜这些重磅人士去帮助 他说是会 那我们看看 究竟 我经常说的 男 白是否会合作 因为 欧文哲是白色势力 即是叫中间势力 那 蓝 那边 我觉得不一定肯 侯友宜可能都会 赵小康你就要看一看 那 我反而觉得 最有机会是郭台铭 郭台铭反而最有机会 会支持他 另外 现在欧文哲的 副手就是黄珊珊 他 也说 没错 欧文哲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就是2024年的 双总统 选总统 另外 之前 陆媒也说欧文哲是想选高雄市长 为了大动民众党 就是欧文哲的政党 在明年 九合一 选举 可以遍地开花的布局 所以 欧文哲 会南下 去高雄选举 现在 刚才说的 台北市副市长姐 欧文哲的副手 昨天接受了电台访问 欧文哲的目标很清楚 就是20 2024年的 选总统 总统印号 他认为 有些过程都是花碎来的 就是沙沙石石来的 你说他选高雄市长 不会 对于 台北市长选举是不是有假想敌呢 因为有人也说 黄珊珊是会选 台北 市长的 黄珊珊是 蓝色畜生的 也是 蓝型的人士 但欧文哲 他就有样东西好的 不是 看颜色的 看人能不能做到 人家就问 你假想敌是谁 就是问你是不是想选下一届 黄珊珊就说 现在的脑袋里面 都是只有工作 这些疫情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每天都好像有新挑战 好像每天都要接 菠萝 那些 根本 就没有脑袋去想 大家的选举 大家想选举 其实只是想想 台北市就不会有进步 另外 主持人也说 3月份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陈时中好像整天打电话给你 电话好像讲很久 是不是为了想拉拢你去合作 因为听闻 陈时中也想选 台北市长 那黄珊珊也说 黄珊珊也说 我当然经常跟 陈时中聊天 因为很多东西要沟通 他也是台湾地区 管卫生部门 所以 都是 有讲 一些 业务上的东西 他就说 大家都非常认真工作 有些 事情 其实 是有误解 和扭曲的 他就打来 解释 有些事情 我们台北市 亦被人误解 或者扭曲 我又向他解释 这个很自然 但是 你知道 媒体总是喜欢薄眼球 所以 就说到 我好像跟他谈电话 谈好久 之后好像他拉拢我 就是这样 对于未来 选台北市长的 这一场选战 黄珊珊究竟 会不会 挂着民众党的党籍呢 黄珊珊就说 在台北市议会 有七个党 一个进步的城市是多元色彩的 重点不是什么政党 而是做了什么事 他从值二十多年 当了六届台北市的 民意代表 选民 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政党 重点是选 对人 这个人 究竟做了什么 选民心里 是有一把情的 如果 就这样 挥之旗 就可以当选 其实选民是不理智的 其实 但是不要这么说 很多 很多选民都是看紫棋的 看看你什么颜色 黄珊珊亦都概括 有多少是靠政党 最后 背弃选民的 托夫 都是一些政党人士 这个说得对 其实是否在讽刺 蓝绿 两边的人 都是这样 所以他说有政党都没用 有政党反而是包袱 其实我觉得 他 就是 不用任何牌头 但是当然 他就是 柯文哲的人 现在 到目前为止 台湾的政治很难说 他亦都说 自己 慶幸 是没有政党包袱 他当选副市长亦都一样 台北市里面 有 绿营 蓝营 橙营 即是指时力 时代力量 亦都有霸 我们竟然可以一起工作 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吗 难道要问一下你同事是什么政党背景 但是 你这个又不对了 其实 在台湾就会这样 尤其是陆营执政的地方 他亦都说 以前 都说国民党人 做台北市长比较好 但是 现在 人们都说 柯文哲好 所以 想一想是否真的选政党 还是选那个做得好的人 对于 传出 阿文哲要选高雄市市长的消息 作为阿文哲的副手 王珊珊 他就说 应该这些都是 大家那些 聊天吹水吹出来的 是提供很多想法的 阿文哲本身个人都是天马行空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意见 对于市长而言 即是 斯科文哲 欧文哲 他的目标很清楚 连他副手都这么说 2014年 总统就是他唯一的目标 我引述 他就说其他的事情 都是花瓶来的 就是 这些雜音 有好的建议 不错 各界的声音 都是值得参考的 亦有人问他 那你是否乐见其成 乐见其成的意思 是否想见到阿文哲选 总统 总统引号 王珊珊 就说 哎呀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 每日都很多好像蜜蜂那样 在我耳边说的 太多消息了 回到家 都暈倒了 没时间思考工作以外的事情 至于 王珊珊的 莫聊 台北市发言人 王正盈 选 新北市长的传闻也有传出来 这个不错 王正盈女士 另外 新北会不会那么容易选呢 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王正盈其实我以前 在微信也有介绍过 这是一个美女 来的 号称学者 号称学者 学学者 不好意思 学者 因为 都是 样子还算可以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 你看 香港那帮从政的女士 就好像跟他比 我不是说 人家 怎样 不是以貌取人 这个女士就年轻一点 清新一点 他也说 王正盈 学者 学者 阿姐 学者 记住 不是学者 是学者 就是 诗者 我们的 广东话 内部的事情 内部的事情 他也赚 这位 学者 就是诗者 王正盈 专业认真 那也是 看到年轻人的竞争力 也是年轻人 而且 完全可以的 生得 当然了 我们不是以貌取人 再说一次 他也说 去哪里工作 他也是十分可以的 台北 要很多东西要做 所以我想他 现在不会想太多东西 而且他就说 哎呀 实是有人害你 说你要选新北市长 没必要想太多 其实 都是那句 政治 一天都严长 你根本都不知道 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 台湾的政治 你说他很复杂就得 你说他很简单就得 复杂的就是 但是 政党当中 都已经是有各门各派的 简单的就是 其实 台湾人 老实说一般来说 都看你做了些什么 是 的确 蓝绿是有基本盘的 但是这么多届选举 我们看到 最大 那一堆 选民都是中间票 好 投蓝亦可投绿 所以 现在这个欧盟节 老实说我自己觉得 他这么早出来说 就会被人攻打他 我觉得不是一件 平致的选择 当然我们看到 国民党主席的选举 现在这个张亚中 亦都是 第一名 民调 有人就觉得 对于欧盟节来说是件好事 民众党 根本是欢恩鼓舞的 党主席 欧盟节应该 爽刀中风 就是说他 爽死了 更加 坚决了他参选的意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张亚中 很多的 政策 是十分急进的 你可以说他 进取 但是 这个 不是 叫做台湾人可以选的人物来的真心 如果 如果他出来选 总统 引好了 那么 国民党应该是怕值的 所以 柯文哲就很开心 柯文哲也说 哎呀 谁说我 爽得中风 中风就不好了 至于 现在 什么都不用烦 世事难料 其实 其实 细事真的很难料 要 看文调 他都说没什么必要 还有大家记不记得柯文哲说过什么 只有 不选举的时候才会宣布 要选的时候 他就不会宣布 所以 现在你看到他和 陈文善的表态 和他的副手 王珊珊的表态 你会看到其实他出来选举 已经是铁真真的事实 当然 你说 郭台铭 赵少康 还有就是 牛友仪会撑他 我觉得 赵少康就难些 赵少康就难些 但是 郭台铭 经济男 其实 安文哲有一批经济男 或者叫知识男 就是 读得输多的 浅男的票是可以投得他的 那当然 侯友仪我觉得 帮安文哲是五十五十的 因为始终侯友仪 外界就觉得他是 朱立伦的人 怎样都好 台湾选举将来的 叫做 态势 我真必思亦都会向大家分析 事实上我也有亲友在 南映的Dual Card 即是这个装脚 绿营 我这些年轻的亲友 都是有帮他一些压力团体 有做事 即是那些什么彩虹人 都是有的 希望都可以带多些资讯给大家 多谢大家 拜拜